川普又拿华为开始作为靶子 要狠打狠追猛打 不打到他趴下似乎是不做修这样的一种态势 我们最新看到的就是川普星期三发布的这个行政令 也就是允许美国禁止使用 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的 这些国家的外国生产的这种通讯设备 那么这很明显的被解读成为就是针对华为的 而且现在美国商务部也对华为以及其70个子公司 提出了相应的这种禁止禁令 也就是说认为已经是被列入黑名单 这华为的日子在美国几乎就已经是被扫地出门了 有这种态势 那么针对这种状况 我们看到习近平当然在整个贸易战过程当中我们注意到 他始终的是想把美中之间这场贸易战和华为的被打压 或者说被封杀这样的事件是作为一个切割 包括他12月1号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川普会面的时候 当然我们不知道他当时是不是已经接到这个消息 但至少事后没有看到他想把这两件事情明显的作为一个连接 但是现在川普方面政府是想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筹码 把华为现在作为一个筹码来进一步的对习近平及其执政的 他的中共当局进行极限施压 那么这样一来习近平就被逼到了一个墙角 那么按照习近平的这种性格或者说他一贯的这种做派 他能不能忍受得了或者说这件事情是不是会让中共干脆 我们看到还有一则最新的消息 就是说现在中共的商务部已经是对姆努欣财长 所在国会作证的时候说他有可能近期就要去访华 那么中国商务部认为我们没有接到美方的来华的这种安排 同时中国的党媒人民日报还发表这个文章 就是说至少得有诚意才有来谈的这种必要 那么言下之意就是你没有诚意就可以不来了 那么现在看来中国这种态度没有软化的迹象 反而是逐渐在越来越激化或者双方的这种火苗 是此起彼伏你一掌我高 那么是这样下去的话这种连锁反应 似乎是可能是双方或者说某些评论人士是没有想见到的 那么就这个问题首先请问请教小平 请发表你自己的看法 这个川普加税 中国反击 在这个档口呢 美国又把他的财政部长派到中国去 首先就是一招臭气啊 嗯嗯 你显示你着急嘛 对不对啊 你沉不住气嘛 是不是啊 你想要这个协议嘛 所以你这种心态 被中国看见了 嗯 你川普还在这个推特上连续的发帖 你憋不住嘛 对不对啊 所以习近平很清楚的看到 你很想要这个协议 那么习近平呢 当然他要想要这个协议 但是呢 他能比你川普憋得住啊 对不对啊 他可以不计代价啊 托你啊 对不对啊 那么你去派的人去 所以说 你如果真的想要 你就得学中国人那些臭招 就是说愚群顾重啊 对不对啊 所以这是这是这是这个 就是说真的是这样 就是原来习近平本来就托 想托一托啊 等等你这个美国变天啊 等着对他有利的行事 但是呢 是 你还要派这个美鲁权 母鲁权去 这就是问题 这是问题 那么现在实际上是 啊 川普加了税之后 北京并没有妥协啊 对不对啊 那么这个时候川普呢 把华为这个武器拿出来了 尤其是华为为代表的一批 这个中国的企业呢 似乎是啊 给他啊 很有面子的这种感觉啊 攻城掠地啊 在欧洲 尤其在欧洲这样的地方啊 啊 在其他的一些 啊 东南亚国家等等 那么可以说是占据了很多市场份额 所以让他也感觉 刚才啊 彭博士你说的 有些底气了 当时呢 啊 还有这个 关税的这种分析了 那是另外一方面了 但是我就说呢 华为对他的这种重要性 是不言而喻的 现在川普拿这个挑他的神经 到底会啊 起到这种极限施压的一种正面效果呢 还是一种负面效果 小平再谈谈 这个我刚才已经谈就是在策略上 就是这个川普失误了 这不应该派这个部长 财政部长去 这是一个啊 另外一个呢 在战略上 这个我们就要谈的是这个问题 就是说啊 华为是一个比贸易战还要大的目标 啊 我也不同意你们刚才谈的 就是说 他是一个科技战 对华为之战 绝对不是科技战 而是美国对 中共的党国之战 啊 这么一个大目标 摆上日程 啊 那么这个战略目标 有多难 可想而知啊 这个 这个是一个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 我觉得 这是要分析的啊 这个 现在的媒体认为 就是说啊 打华为是作为一个赢的贸易战的手段来分析的 嗯 就是啊 如果你要这样处理这个问题的话呢 你就把华为的分量看得太轻了啊 实际上 华为应该比贸易战还重要 正确的战略是什么呢 先吃下贸易战 然后再集中 所有的力量来吃华为啊 现在你的贸易战这块都没有吃下来 你现在又开始吃华为 所以说呢 带来了 这个 你实现目标的困难 问题在这 那么最后 我分析就是说呢 既 这样的做 既不有助于帮助你实现啊 你得到的一个贸易的这个协议啊 就你最满意的 同时呢 对你打华为也不利啊 他中共会把这两个东西 困扬起来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让习近平他怎么退呢 啊 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华为现在呢 这个 作为一个杠杆 被川普现在再次用了起来 那么这次使用 能不能就 把习近平打趴下 我们看到呢 这当然就说用华为了 华为这张牌 打这张牌 但是华为 能不能 生还是死 我觉得欧洲方面是最关键的 而且呢 现在华为 因为这个美国的这种施压 对欧洲盟友这种施压呢 也在欧洲的政坛掀起了 一股又一股的这种巨浪 弄得很多国家的这种 国内政治都受到了这种波及 因为在华为问题上这种立场不同 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川普星期三 昨天的这个竞争令出来之后 欧洲有些国家呢 大国也已经表了态 包括法国 包括德国 包括这个这个荷兰等等 那么这些国家都发表了这个自己的这种看法 那么其中法国总统马克龙说呢 法国不想打这个这个科技战 同时呢 我们看到这个德国方面也说呢 欧洲联合起来对付俄中美 那么这是一种似乎是让人感觉到呢 是打了一个太极 当然荷兰方面呢 作为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国家呢 他的这种态度呢 是说啊 要对中国的科技保持高度的这种怀疑 同时呢 不能依赖中国的科技产品 但是没有把这个话讲透 所以说在现在的这个阶段 我们看看这个欧洲的这种态度啊 因为华为应该说 他之所以有今天这个地位 在欧洲的这个耕耘 在欧洲的这个运作 是最为关键的 就像刚才啊 这个小平说的 等于你把这个贸易战打完之后啊 你再去再去要你那另外的20%或者30东西 这已经是很好的效果 很好的这种收获了 很好这种 结果他是太贪得为 而且就像一次不差的把这个啊 或者说该想拿到的东西全部拿到 结果呢 是把中共的内部反而给团结起来了 或者说你刚才碰到你刚才说到 这很多内部的这种 这都是这种决定的嘛 那肯定是政治局这种统一的决定 你反而是把整个这种 本来他是一种 处于一种散沙的状态 咱们打个比方了 当然不一定就是散沙了 但是至少就说 没有没有没有这么合力 现在你反而把他合起来 这个力量聚合起来 难道对美国有好处吗 我想听听小平小平的看法 这个美国和欧洲啊 在很多问题上他有争执 这是实时代代的啊 川普要把他找回来啊 这一点呢 我觉得我是支持川普的啊 川普在欧洲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 啊 在于战略失误 嗯 就是说 你在全世界 你要主要先搞谁 啊 你是先搞欧洲 还是先搞中国啊 你把这个找回来 对不对 贸易战就是跟中国算账 欧洲他也很多时候是算账的问题啊 那么呢 你在跟中国算账的时候 你就先把欧洲放下 说不定欧洲还能成为你的帮手呢 帮助你跟中国算账 那么现在是呢 左手跟中国算账 右手跟欧洲算账 再加上刚才 彭涛博士说的 就是说 在传统上 欧洲就注意跟美国保持距离 对不对啊 这样的话呢 就把美国和欧洲的距离 越拉越远 那么到现在 这个欧洲已经开始 自主自己的军队 这样的一种层次上来说呢 我觉得川普在 美国和欧洲的问题上呢 基本上是搞砸了啊 可以到这样一个地步 那么这个 现在美国在外交上被迫 你看看 要去跟俄罗斯改善关系 你说 这都是四仇啊 这是没办法啊 对啊 对啊 这是圆木求鱼的事嘛 我觉得对欧洲要值得批评的是什么 就是欧洲啊 我刚才批评川普 在这个欧洲的问题上搞砸了 因为他算小账不算大账 欧洲人在这个问题上 同样的是瞎了眼睛 跟中共眉来眼去 而跟美国呢渐行渐远 这也是不对的啊 我要批评这一点 这个 在华为的问题上 欧洲人更是瞎了眼啊 他们贪图眼前小利 而不看中未来的这个 更大的问题在后头 这是他们对华为 他的这个 这个重要性意识不够 对华为可能带来的这个后果 也意识不够 所以说欧洲在电视上一定要批评 欧洲人搞绥靖主义 那是出了名的啊 同样都面临着俄罗斯的危险 你究竟是抱美国的大腿 还是抱中共的大腿 现在欧洲人答案很清楚啊 这个我们我们不抱美国人大腿 那么现在是跟中共眉来眼去 这是我说他属不从光 他们欧洲人是没有尝过 这个中共的苦的啊 他们以后苦在后头呢 我只是在这提醒 那个挪威给给给 仅仅是为了给刘晓波发一个奖 就被中共收拾的惨的不惨兮兮的啊 你欧洲还不知道共产党的厉害啊 慢慢的体会吧 就往后体会 是这是一个 但是从地缘的角度来看 毕竟中国离欧洲很远 但是俄罗斯离欧洲很近啊 那是接壤的 那说的说过来就过来了 那是俄罗斯 俄罗斯离欧洲很近 你可以抱美国的大腿来防俄罗斯 问题是抱不上啊 你怎么抱上 你现在就是欧洲不愿意让利嘛 问题在这吧 对不对 你欧洲不愿意让利嘛 中国给的利多嘛 然后你靠近了中国嘛 这太简单了 这样这么简单算 因为刚才不闹 你不用美国的设备 不用那个华为 华为设备便宜 所以我用华为去了 美国人一再告诉你 这个这个这个的华为很危险 可是他就是不接受嘛 对 不是说美国什么美国不让利 而是 是欧洲不让利 不是美国不让利 美国在一直跟欧洲让利 就是这样 对对 你说美国 就是说美国现在不让利了 这事实 然后欧洲不习惯 那也是事实 从经济利益上来考虑 欧洲是对中国有一种 有一种不叫依附感嘛 就是说一种另外的看法 欧洲对中国文化的看法也不一样 跟美国的看法也不一样 对跟美国的保守派的看法不一样 所以说 不管从情感上 还是经济关系上面来看的话 美国 中国 西方都不愿意失去中国这个市场 尽管中国这个政治倒退 包括外国企业在那里 自由都受到限制 欧洲也很担忧 对中国也失了压 而且中国现在在美国的带头下 也不得不考虑对外企 另外对待 中国也发出了这方面的声音 所以说 欧洲人 你说完全谁庆中国 这个倒不一定 因为这个 这涉及到国际法律问题 涉及到联合国框架下 运作的问题 欧洲在外交 在对 欧洲 在对 什么 不同制度的外交 什么策略上面 跟美国上 美国不一样 因为美国它是一个 是一个霸主 它是 它说了算 而对联合国 这个东西也好 国际 国际组织的一些规则也好 它不愿意就不遵守 但不是说其他国也不这么搞 英国也这么干过 欧洲 国家也干过 中国和我国都干过 比如说大国都这么干 那么 但是美国 在这方面 不遵守国际秩序的 是比较典范的 包括伊拉克战争也好 随便找个理由就去打了 而且整个它的形象 那个时候开始 美国在国际上的形象 不仅是在不同制度的国家 而且在西方国家 已经是一败土地 这个欧洲对中国文化的认同 美国人对中国文化的认同 都是一样的 美国人这几十年来 辅助中共长大的 比欧洲的恩情大的多 但是美国人意识到 我们不能再这么干了 是不是 我们不能够因为中国的市场 因为对中国的文化的爱好 我们再去扶持这个中共 所以美国人已经决定转向 你欧洲在这个问题上 你既贪图中共的小利 你也没有在中共的地位上 发生转向 在这个方面 美国比欧洲伟大的多 在对中共的认识上 美国人比欧洲伟大的多 就是这样 美国这个高校 也是盯上了这个华裔的 或者是华人 或者是中国人 那么现在中国留学生 在这些高校 我们最新的看到消息说 是这个美国MIT 这个招生 新招的这个 六七百的这个学生当中 没有一个是来自中国的学生 这在以往是 应该说是不可想象的 因为中国的留学生 本身他从总人数 在美国的留学生当中 所占的总数 那么就是在三分之一 到四分之一之间的 那么同时呢 MIT这样的高校 更是中国人可以说 引以为傲的 或者说趋之若鹜的 这样的一个高校 一个长青藤的这个藤校嘛 那么但是现在呢 居然没有一个 那么这种情况 在这个中国国内 实际上首先是炸开锅了 很多人认为呢 说得你现在把这个贸易战 打得可好啊 我们现在连个孩子 送孩子上学都没地儿去了 而且现在呢 美国这种 还不仅仅是针对 这些就是名牌 名牌的高校 还有普遍的这种状况 都已经开始在收紧 这种氛围在变得 越来越凛冽 寒冷 那么这样的状况下 那么我们看到呀 中国国内的这种反响 反而呢 应该说比在这边 美国国内 美国要大 因为毕竟呢 他针对的现在还是 来自中国的学生 因为这当中牵扯到 对于中国的 这种科技啊 或者是军事啊 这种间谍这种渗透 或者说 对于这种技术失窃的 这种极度的担忧 甚至还说到这种 包括什么地铁车厢啊 等等 那么这些问题 所以目前一切的问题 只要和中国沾边 就是有问题的 或者说就要打上 原来打一个问号 现在就打三个问号 所以说呢 目前中国的这种家长啊 在这个也很纠结 一方面呢 是到底是要随着大流爱国呢 还是把子女 还是能够送到美国去 念这种一流的这种高等教育呢 那么现在这种抉择 面临意味着什么 小评先谈一谈好吗 这个先说这个新闻事实啊 这个新闻事实呢 现在看案子有问题啊 这个国内的已经有人 在更正这个消息 就是说啊 这个是5月12号啊 左右草出来的新闻 但是呢 实际上是南华早报 去年12月发的消息 就是讲这个MIT录取的情况 这个 这个 也说的是这个 实际上是 这个高校录取有提前录取吗 有这个后面录取吗 他说提前录取的人 没有这个中国的学生啊 这么一个消息啊 那么 这个现在已经有人出来更正 就这个消息有点问题啊 但是呢 这个消息啊 他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 美国的学生 开始进入美国的 中国的学生开始进入 美国大学越来越难 嗯 这是 这是 这是一个趋势 这个是一个 这是一个趋势 那么呢 这个啊 有这里头有几个事实啊 第一个就是说 你在这读的 回去休假以后 突然就你进不来了 啊 这是这是 这是一个 另外就是南华早报 去年12报道的这个 就是提前录取的学生 里面都没有中国啊 都没有中国人啊 这也是事实啊 但不是现在 不是现在 那么这个啊 有些人反驳说啊 现在MIT啊 整个人数 18190的新生人数里头 中国人还占多数 那是因为原来中国人 我估计 中国人的基数太大 对不对啊 那么 对 从基数来看 从基数来一看呢 以后中国人再进入 科学和敏感技术领域的留学生 啊 肯定会 越来越少 啊 美国的这个 一些鹰派 已经提出这样一种建议 就是要禁止 中国留学生这是最厉害的啊 川普也讲过中国留学生都是间谍 是不是啊 所以另外呢 FBI的人也讲过就是波斯顿 那是大学的去美国的大学城 是中国的间谍的这个 这个集中区等等 因此呢 从这些综合信息来看呢 中国人留学美国肯定会越来越难 如果中国跟美国打这个贸易战 如果打科技战 甚至于打更广泛的全面战 那么中国人以后能不能来美国留学 都是一个问题啊 这是 这是我说的这个情况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在另外一方面呢 还有就是消息呢 就是关于这个 我们在打击这个中国的间谍方面呢 实际上这个 最新的消息就是 泰德库鲁兹 泰德库鲁兹这个参议员 因为他是这个空间委员会的主席嘛 参议员这个委员会主席 所以他认为呢 现在就是要 要对中国的这种 尤其是在空间科技啊等等 那么这些这种渗透啊 这种间谍性的保持高度的这种警惕 同时要下大力气 要解决这些问题 而不能眼睁睁的看着这些问题呢 不断的就是在蔓延 那么这和 我感觉的就是符合目前这种大气候啊 大气候就是对中国这种怀疑 我刚才说了 过去不打问号 或者只说打一个问号 现在要打一串的问号 到底要看看啊 这些人本来是很宽容的 或者说是很友善的 很大度的去接纳很多的这种 中国的学生也好 或者中国的学者也好 中国的这种商人也好 中国的这种媒体人士也好等等 但是现在呢 所有这一切都似乎都已经变了 那么在这个趋势 是不是还有继续恶化的 或者说进一步加剧的这种可能性 小平 这毫无疑问了 这个今天好像又有这个美国的议员在动议 就是说对军事 学军事方面的访问的这个签证和访问学者 或者学生要严格控制 他的这个提出这个动议的这个理由是什么呢 就不能让你们的学这些东西的时候 回来跟我回去跟我们作对 是这个 的确是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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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最今天最新的最新的一个东西 那么我我可以跟大家说就是说 学科技和敏感技术领域的这些人 首先要感受到这种寒潮 那么我没有听说在这个法学 商学医学这些方面 收紧的这个信号 现在主要是理工科这一类的 所以说这个我们那个好像我们我我们从那个 MIT的那个渠道里了解了解到的信息呢 好像是就是说博士硕士这一届这个阶层的对中国人的控制 在在收紧 因为这个这些学校呢他 有些项目呢有些MIT这样的 学校他拿这个美国国防部的钱很多 对他拿美国国防部的钱很多之后呢 如果这个美国整个的政策对中共收紧的话呢 那么这个 MIT这个学校就会为了拿美国国防部这个大头的钱而放弃中国学生交过来的小钱 这也是很多当下的美国的一些机构啊 又说放弃孔子学院啊 这个放弃这个跟中国合作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因为呢 你如果跟中国继续合作 的话呢那么你的一些方顶就是你的一些大的金 那个金主呢就不会给你钱了 这是美国从经济上消除中国影响的一个办法 因为中国这几年在美国的这种这个渗透嘛大部分是靠金钱的渗入 那么如果美国有更多的钱 我有钱来压你的钱你的钱少我的钱多那么就把你打退了 是这样 这样他 他用的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战略 那个安德森的医学院那里为什么他们要查这个 辞退那些教授啊 就是这个他一年从这个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拿到很多的钱 那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拿到的钱又是美国国会拨过来的 那么如果你继续干这个事情的话我以后不给你拨钱了 所以美国美国美国国家医学研究院乖乖的把那些人给赶走 啊就是这东西就在某个意义上就是 国家安全后面啊 他前面的游戏是金钱的较量啊 现在美国在某些地方他用金钱给你在玩啊是这个意思 我们对中共这种邪恶啊 毫无意义但是 很多人呢对中共的这种 怎么说呢 啊他所的所用的这些计谋也好啊 这些策略也好 往往是低估的认为就是中国很蠢啊 什么都是这个顾此失彼 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他同样在下在战略上 地缘政治上在下啊 所谓的很大的一盘棋吧 啊那么 这个下棋是明显的他的这种布局是很明显的 他在欧洲的跟比如说我们看到华为就是最明显的一个代表 他在欧洲可以说是毫无敲无声息的跟云了 二十年 那么现在呢突然发现 还真摆不摆脱不了他 一时半会吧至少是一时半会摆脱不了他 这就是在下棋啊 所以说我觉得 对 欧洲要美国要打爬 中国的话 一定要把一定要严和欧洲亚洲和其他地区的国家来来打 而这种美国要做的这一步是很难的现在 这是个大问题 对啊总是我就说呢 我想呢就是不能小瞧或者说不能低估啊中共的这种啊 他的这种作为他的这种策略他的一种想法他的一种计谋啊 或者他的小聪明等等或者是大聪明 那么也只有这样他才能持续到今天啊 否则的话他早就啊应该说是烟消云散了灰飞烟灭了 但是现在他之所以啊还能够现在跟美国能够对着啊 对对着抄家伙对着干啊 有这种架势在说明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啊 后手或者说是他的一种布局再给他做一些支撑 否则我相信再牛的人看到铁的事实他不得不投降的 所以说现在就是说川普这么任性的做事情 的确是把美国的利益伤害了啊 我是这么认为的啊伤害了很多而且是 那么对美国的这种声誉也好 对美国实际上他赚了小头丢了大头啊 他把这种战略战略哪是钱能买来的啊 战略的这种布局和优势啊 这是多少年就巩固下来的 从马歇尔马歇尔计划就开始招来的这种欧洲的盟友啊 容易啊这一夜之间不说一夜之间吧 现在至少弄的是貌合神离 是怎么能对美国有好处 我我我当然是始终是我自己认为 你要注意到现在这个川普啊 他在某些方面在改变这个策略啊 最近对这个加拿大对这个欧洲啊 这个他他他对加拿大墨西哥的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税啊有所调整对不对啊 把他从民族栽了 跟欧洲的算经济上这个东西他好像也退了 是川普在调整啊 所以说呢如果川普在调整的话对 这个川普在调整的话呢 他确实是意思他这个 就是说当边主义的这种行为受到很多批评就是 他很多人给他建议刚才彭博士也谈到一定要 有要有盟友啊 这样 这个你连一个华为都打不怕你怎么打不怕党国呢对不对啊 这是问题啊 那现在为什么这个任正非那么牛啊 他说你搞不死我你搞美国你怎么不死我华为 东边不亮西边亮啊 他就有这底气在那就是 因为欧洲刚才说 盘大夫说欧洲还有战略机遇 那么呢 我想呢 这个聂这个川普 我告诉你这前四年啊 他在试水 后四年告诉你他会有一些 我觉得会一些调整 如果中共强势的话呢 反而有助于 川普掉头去 跟那些传统盟国结盟 再回头来跟中共念 这是可能的 说目准备 瞠 为什么 为什么 感谢观看